以色列总领纳塔尼亚胡30号在政府内阁会议上表示 以色列支持美国总统拜登早前提出的加沙停火方案 并指责哈马斯是人质获释的唯一障碍 纳塔尼亚胡在会议上重申 以色列不会结束当前战斗 直到实现包括打败哈马斯在内的所有目标 他还表示以色列将通过政治和军事手段 使目前所有被扣押在加沙的以色列人全部获释 拜登5月31日公布了一份停火方案 主张分三阶段实现加沙地带永久停火 并确保以哈双方被扣押人员获释 美国媒体日前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称 美国政府对协议部分内容的措辞进行了修改 以促使以哈双方能够达成停火协议 消息人士称 感谢观看